也都可以寫了幾十個上百個APP的話 我相信以後的智慧型這個在世界上一定會 APP等於台灣 軟體指導 對軟體指導 不得了了 台灣怎麼可能會只有22k呢 絕對不可能 再來題外話 再來的話 我們再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下一個 Arelis 其實我是覺得程式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難 但是就是要花時間 而且要累積慢慢的 它不可能速成 它不可能速成 所以很多人常常問我說 老師我要學寫程式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我說你要快一點的方法 那你還是不要學 找我幫你寫好了 對不對 設計 尤其是設計類的工作不可能速成 應用還可以 我教你用就好了 我寫好東西你用 你用 你就follow我的標準 我一個SOP 如果錶單要填什麼填什麼 你就填上那天 填完按確定 這個動作每個人都會 但這種動作的取代性高 薪水一定不高 可是設計是我要想很多 我要怎麼去用我現在所學的 該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所以像這邊的話 Arelease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Arelease 這些東西的話就是要累積 有點像那個爬樓梯一樣 一直往上爬 但這些東西真的很蠻有趣的 你會發現 哇 常常就是一個世界 你看一個APP 你看就是創一個世界 一個使用者 這麼多人去使用它 不知道 我就覺得就是很有成就感 如果你是那種 你希望因為你的一點點 做出一點點東西 而讓世界有一點點改變的話 你就會覺得還不錯 就像說我每天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馬上去改變 改變任何人 但是我會慢慢的改變有一些人 好 你會發現光幾封信 你有沒有去暑假去了一趟 帶這樣子的東西 那小朋友就做了一個東西出來 感覺還蠻奇妙的 好 而且這些小朋友其實還不算少數 好 而且我因為我做了一些事情 而讓他們更好 對不對 讓他們以後遠離那個22K 對不對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一個感覺 好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Arelease的類別 這類別 跟那個它是什麼 跟Hushset的類別 差別是說它是實作什麼 Hushset是實作set的介面 那它是實作list的介面 那這set的介面跟list的介面 都是collection介面的指介面 反正就是有集合的味道 就是說我可以放大量的資料 取代以往你只能夠放變數 只能放一個資料 那如果說像之前 我們如果說要放大量的字串怎麼辦 可能你就是一個資料 空一個一個資料 空一個一個 或一個資料 逗點逗點 然後最後這樣什麼 Sprice切切切切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可是 這只能儲存資料 但是如果你想要新增 或者你放在正列裡面 你要新增修改刪除查詢 這些基本上是很麻煩的 那集合物件 它主要就是解決這些問題 那當然有比較舊的方法 有比較新的方法 之後可能有更好的方法 甚至有那個serv party 也許解決位 要解決其他 比如說collection 它可能放一組資料 map可以放兩組資料 那如果你有三組資料 四組資料 五組資料怎麼辦 也許有其他第三方的那個 有沒有 那種framework 國外的廠商 你可以去跟他購買這個類別的套件褲 套上去 它也是一樣會有方法說明 然後怎麼去做 馬上可以剛好符合 某個行業別的需求 現在很多做法都這樣子 那這地方的話 元素如其名使用類別的正列來儲存 那元素是使用什麼呢 索引位置來依序有沒有 這個叫依序 所以剛剛有一個重點 就是hardsets其實在排序上面 排序上面